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一分钟命理 路冲 路冲来讲的话 很多人总是认为 路冲就直接对着你 有一条马路这样对着你 其实就叫路冲 这只是当中的一个条件而已 这只是当中的一个条件 来讲 他还有一个高度的一个区别 也就是说你只要住公寓大楼 这边有一个路冲 来的时候 可是他就只有这个路冲 他旁边他没有房子 就是他就只有一楼而已 都是一楼的房子 产生一个路冲 这是高度 这样子一来的话 他的这个路冲 他就仅限于就是一楼 他假如这边都是二楼三楼的这一种住户 他的路冲就是二楼以下 这边是高楼大厦十楼的 全部都十楼 他的路冲就会是在十楼以下 这些都是泛道路冲 所以各位 路冲并不是车子 而是一条马路上 他的气场 全部被这一些高楼大厦压缩了 所以你要看这一些高楼大厦的高度 大致上在哪里 冲到了这一间房子 看就会知道就说 不是就只有一楼会受影响 其实要看这个路上的房子的高低程度 我们就会才会知道说 到底他这一栋房子真正接受到冲煞的部分 到底是在哪一个楼层以下 并不是整栋房子都会接受到路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